谭云竟然可以为了我 而放下仇恨 刘家有错在先 我会尽力说服我大哥 让他不再与你为难 石阳 接下来 你有何打算 你呢 我已经触摸到了 胎滚镜屏障 接下来 我想极客闭关 那我一边修炼 一边为你护法 好啊 他只是灵胎镜大圆满 修炼速度 居然比胎滚镜一重的我 还要快上三分 难道他是怪物吗 灵异花胎 灵异花胎 灵云小心 是胎魂镜二重的强敌来了 胎魂镜一重 这怎么可能 实在太令人震惊了 这个变态 进入胎魂镜后 即可修炼鸿鸿蒙霸底第二届了 一旦筋骨淬炼完成 我的肉身强度 便堪比下品灵气 现在是胎魂镜一重 我就先开始淬炼双手吧 来吧 我的力量 探人 你怎么了 我在修炼 我 我没事 你不用管我 天底下 竟然还有如此残酷的修炼方式 探人 训练好了 不如释放灵石 看看现在实力如何 强过胎魂镜三重 我是境界越高 越挤挑战能力越强 这么强 你的胎魂是何种极品资质 我不是极品资质 没关系 尚品资质一样可以通过努力 追寻天道 中品 你 不会是下品资质吧 下品资质可是废胎魂 是无法羽化妃生的呀 潭云这么强大的天赋 真是太可惜了 你放心吧 我虽非极品资质 但不比极品资质差 真的吗 莫非你是某种罕见的圣体 也不是 也不是 石瑶 在浩瀚的宇宙中 其实除了金 木 水 火 土 风 雷 鼓 兽 时间 空间 死亡 光明 十三种胎魂 以及各种圣体外 其实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胎魂 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不为人知的胎魂 潭云 我从来都没有听过这种说法 从未听过 不代表没有 不是吗 石瑶 我和你所说 你知道便可 还请不要告诉其他人 嗯 石瑶 其实你的资质亦是非凡 拥有空间胎魂的同时 还拥有悬音圣体 悬音圣体是阴性圣体之手 十分罕见 成为遥远的过去 神界就有一位人物 同时具有空间胎魂和悬音圣体 她忠诚坚毅 功高盖世 无奈最终为了保护主人 而被击杀 潭云 她是谁 她就是昔日 威震神界的九天玄女神 九天玄女神 是啊 我希望 你将来也能和她一样 羽化飞生 荣灯神界 可这些都是传闻 谁知是真是假 你可有空白欲见 此功法很适合你 可以供你修炼一生 但是极难修炼 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 适合功法 说得如此神秘 九天玄神剑绝 九天玄神剑绝 乃九天玄神所创 只有玄音圣体 与空间太魂同聚一身者 方能修炼 剑绝层自分为九转 每转分九层 共计九九八十一层 修炼完剑绝九层者 即可九转定乾坤 扬威神界 魏无神主 原来你说的都是真的 九天玄女神真的存在 她昔日的确存在过 石瑶 此剑绝过于珍贵 你要答应我 不可将它给任何人看 还有 把功法牢记后 记得将玉姐销毁 好 我记住了 此剑绝 比我宗任何功法都强大 你得到它后 本不用再修炼其他功法 但为了掩人耳目 你可以随便修炼一些剑绝 不到万不得已 尽量不要在我宗高层面前施展 以防被人惦记 引来杀身之祸 嗯 我明白 你 为何对我这么好 因为你是真心对我的朋友